希望大家能夠來感受一下台北的黃金地亂 大家一起在這邊躺下來 所以我今天要請大家移動一下走路來到我們 好 都有看到齁 好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 我們可以放下來 好 我們接下來要做第二個動作 我們看是不是 那我們是不是把標語舉起來 大家把黑色的那一面朝上 有人舉錯了 黑色的那一面 黑色的那邊 所以你看到的會是白色的 OK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在躺下來同時 大家可能要聽我講一下 我們來喊口號 口號是實現居住爭議 打破金錢政治 實現居住爭議 打破金錢政治 我們來演練一下 大家跟我喊 實現居住爭議 實現居住爭議 打破金錢政治 打破金錢政治 好 相當好 那待會呢 麻煩大家把音量打開來 音量打開來 我們請我們的媒體朋友呢 幫我們記錄現在這個歷史的一刻 我們再來喊一次 實現居住爭議 實現居住爭議 打破金錢政治 打破金錢政治 實現居住爭議 實現居住爭議 打破金錢政治 打破金錢政治 美女朋友 OK嗎 可以嗎 再一次好不好 我們再一次 實現居住爭議 實現居住爭議 打破金錢政治 實現居住爭議 實現居住爭議 打破金錢政治 打破金錢政治 好 謝謝各位 我們可以坐起來了 謝謝各位 我們創造了這個歷史的一個 留下來一個很好看的畫面 那也請媒體朋友幫我們多多推廣這個議題 大家今天躺在這邊 不是躺好玩的 是希望能夠把這樣的訴求 帶給全台灣的民眾 可以了解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大家都相當的辛苦 但這個問題呢 不會是單單靠一兩個人來解決 也不會只是靠幾個專家 幾個民意代表就能解決 他必須要所有人同心協力 我們一起來面對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好 在講了這麼多嚴肅的